嗨,大家好,我是Pen 今天去讲我们的话题 我看到在社交媒体很多人问这个 coin 就是有什么coin啊 他们会起啊,好不好啊,还是什么 对我来讲哦,我看到那些coin啊 都是差不多 五六百名以外的那些coin 我自己也不了解的 就好像你问着 美国的其中一个股票 这个能不能买 那个能不能买 这样其实对我来讲 如果你有这样的 这样对我来讲哦 这个是其实是不是很好的现象啊 因为这些就是你从股票转去外汇 再转去外国的股票 然后转去这个crypto 这样你是当作它是一个financial tool 没有错 但是如果你是报这个说 这个新闻的那个态度 我是觉得很危险 所以既然很多人都喜欢那个赌啦 对我来讲哦 这些很多那些下面的coin啊 不是说它没有list啊 下面的coin啊 那些会风险很大的 所以如果给我的话 我是会怎样赌呢 如果给我的话啦 我会把这个这笔钱哦 maybe只有5%哦 或者是最多最多18%哦 去玩那些我们讲shitcoin啊 我们怎样玩呢 ok 现在是牛市吗 所以我们就去这个coingecko 你要去coinmarketcap也可以啦 但是我们去这个coingecko 我是怎样做哎 当然我是没有这样玩的 因为我对那个其他那个 因为我对那个其他那个那个很下面很下面的coin 我是没有什么兴趣的 只有他上来了我才会看到他啊 不然的话那个就真的是赌啦 我们也是赌 但是我们如果赌 我们要赌的比较有安心 或者我们自己真的是做功课 去了解啊 我们才才去玩的 如果那些coin我们不了解 只是用口问 然后过后人家叫你买就买那种非常危险 所以我是开这个coingecko 然后过后的时候我就按这个all time high 看到吗 这个all time high all time high 然后过后的时候我就sort他这个 这个number就是他在这个marketcap 他是排第几的 sort了过后 我就copy这个整个 我做一个exemple啦 我copy到700啦 700这个unilevel unilevel这边 所以我上面我copy了过后的时候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就是他检视出来的东西 所以我们要讲sort他呢 其实你这样看哦 也是很了解的 就是说他距离跟这个all time high 这个最高的日期是已经有25天了 现在下了24% 这个Binance coin 所以如果这个好的coin我觉得不错啊 这个CRO他已经下了30% 就是跟这个all time high有23天了 然后我们可以这样慢慢看 OKB是多少37% 这个Action的那个B上次有讲过 所以这个FTT也差不多接近18% 所以如果 如果你们 你们说哎有什么快好还是不好啦 我们就这样看哦 为什么我用这个all time high来看哦 是因为2017年的时候 他是那个一个高峰嘛 那么 如果 我们看这边的日期哦 2018年 1月的时候他是最高到现在 他没有 破自己的新高 我们可以选 这样类型的Coin 然后去读他 因为他已经有差不多三年没有起了嘛 那么而且他已经距离有88%了 比如说这个啊 如果你们喜欢的话 我不是鼓励说你们要买啊 你们要听清楚啊 这个是如果你们喜欢的话 这个是如果是给我的方式 我个人我会这样玩 OK 我不会选那个在 比如说 2021年 然后已经是突破新高 为什么 因为既然要赌 这样我们就赌 那个还没有破新高的 这样是不是 那个机会比较大 然后过新高 如果他在上一倍 这样他有可能是 可以高到差不多十多二十倍 或者是上五十多倍都有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看啊 最重要就是这个旁边的Market Gap啊 然后过后时候我们再看这个 他的All Time 如果你自己set说 OK 这个是Market Gap里面 他是排名比较高的 比较安全的 那么我们就选这个 已经是 比如说 假设是30% 或者是29% 以上我再看 也是可以 当然我们可以做这个Conditional Formatting啊 然后现在我就没有做啦 我是直接给你们讲 然后你们可以自己做 OK 所以就是 比如说 哦 24%这个Binance Discount 24% 可以买吗 你觉得不错 这样 你可以进 那么这个OKB哦 如果你觉得不错 你可以就是 highlight起来过后 时候我们再做那个Conditional Formatting哦 就是到说哦 这个是 不错的 OK 如果你觉得是35%不错 这个火币也是觉得不错 那么如果你 哦 这个Pancake Swap 已经下了52% 从最高到最低 也是可以 但是我们要看呢 这个有时候是它launching的时候哦 它是从高掉到低 啊 比如说 这一个 这一个 如果我们讲要赌的话 这一个就会比较好赌 为什么呢 因为它已经三年没有上了嘛 这个 LRC 下了75%哦 最高两块是吗 现在五桥前 你能不能玩 你觉得它可以去all time high 在这个牛市 这样你就 玩它哦 OK 然后比如说 这一个 也是一样 也是三年了 Kyber Network 下了60% 然后如果 这个 这个 这个45% Dodo Dodo也是刚刚上市啊 刚刚上市哦 它一定是向下先的 所以这个 如果你 如果我们讲 我们要去赌的话 好像比如说 刚刚launching的话 我们就最好是不要去啦 如果我们要玩的话 我们就玩了个比较久的 比如说这个 KCS啊 已经三年没有上了 最高二十块现在四块钱 下了77%哦 在牛市它都不能上哦 所以如果 要玩的话 玩这个咯 如果上到 上到这个二十 二十块 这样最少有五倍了嘛 哦 所以你用你的 十 八千的资金 或者五八千的资金去赌哦 所以 比如说 这个BTS 两百名 OK 你这里highlight起来哦 就是三年了没有击 下了九十二八千哦 如果它上回一块钱 这样你就是 hold谁啊 OK 所以我们可以慢慢这样选哦 又比较好啊 我们这样慢慢一个一个看 所以 这个之前也是给人家炒到很热的 这个INJ 我已经下了三十八八千哦 所以 你想玩也可以玩哦 现在discount嘛 三十八 三十八八千 然后 我们可以再看一下 这个有些是 二零二零年到现在也是没有 已经有七个月 那有些块已经是没有list啊 你们要小心啊 不是说你们看到哦 你们还要做filter 就有可能你们在 火币啊 Bittrex啊 这个PolioNex啊 或者是其他平台 如果是没有看到这个coin哦 或者是交易量太少 这样的话 你们不要去玩了 你们还是要做一点功课啊 所以如果你们喜欢玩 你们就跟着这个方法 你们可以参考的方法怎样 啊 这个已经有七个月了哦 啊 不知道什么事 我也不知道 所以我也没有研究啊 所以你们可以看一下 它是怎样 啊 啊这个AIRSHOCK 之前也是有人讲过哈 它已经下跌了八十八天 还没有起到最高 这一个也是三年了 ID IDEX 最重要我们要看有没有Volume啊 如果没有Volume 我还是不要玩啊 这个是非常危险的 非常危险的 所以这个ZBTC上次我也是有讲过 就是那个它也是一个 啊 AIRSHOCK 它从最高调到最低 所以现在下跌了四十 四十七八天 两年了它都没有上 所以像比如说 这个QuickShop也是一样 你可以看到很多这些Shop啊 就是因为之前有那个UniShop 那个风啊 所以他们炒了 过后他们倒地很很够力 所以我们要玩这个 真的是要非常非常小心 OK 所以我们就这样慢慢看哦 你看有些 三年了下跌九十六八天 多还没有起到哦 跟现在才八分钱哦 如果他起到八脚钱就十倍哦 所以你们要赌 这个就是很好赌的啦 然后你们可以慢慢看 所以如果当然你可以说哦 我要那个 All Time还接近了 过后还希望他破新高的 也是可以 你就跟着我这个方式 然后自己放在这个AXEL 然后这里慢慢看 有那一个是已经是一致在 那个新高相差的 maybe是一二八千 这样你们就直接买哟 但是追高是非常危险的 好像刚才我讲的 比如说那些UNISOP啊 上了那个风过了 过后他就下来了 就NFT了 NFT过后又不知道什么风过来了 所以这一些Coin都是跟着风的 他们有新闻的 所以他来 他要来他就来了 所以这个是我分享的 如果你们喜欢赌的话 你们喜欢赌这个块 你们当然可以export 全部有可能是四千多块 然后你们慢慢的分析 看你要选的那一个 当然最重要就是排名危险 然后这个要有Volume 然后在主流的那个交易所 是有的 最好是这样 你不要去玩那些 不知道什么交易所才有的那些Coin 这个是非常危险的 所以今天我就讲到这边为止 如果你有喜欢我的影片 就按like和subscribe我的channel 下次见 拜拜